标题 我进步了 大纲 引言 描述自己曾经面临的困难或挑战 引出接下来要叙述的内容 挑战与努力 介绍你曾经面对的困难或挑战 以及你为克服他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 进步的体现 具体描述你在克服困难或挑战过程中 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包括技能 学习 品德等方面 成功的喜悦 分享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进步时 所感受到的喜悦和自豪 以及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 总结与展望 总结自己的进步之路 表达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 以及对继续努力的决心 结尾 表达对自己的自豪和肯定 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完整作文 我进步了 有一段时间 我遇到了一些困难 觉得自己好像进步不大 但是 通过努力 我终于取得了进步 曾经 我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有些困难 总是做不好题目 但我并没有放弃 而是更加努力的学习和练习 我利用课余时间做更多的习题 向老师请教不懂的地方 甚至还专门找了一些辅导书 虽然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逐渐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取得了进步 我能够更快地理解和解决数学题 也能够独立思考和解决一些较难的问题 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学习成绩上 也体现在我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上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进步时 我感到非常开心和自豪 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真的取得了一些成就 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相信只要我继续努力 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通过这次经历 我明白了努力的重要性 只要肯努力 就一定能够取得进步 我会继续保持这种努力的态度 不断提升自己 迎接更大的挑战 我相信 只要我坚持下去 我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我在这种努力做得更多多异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的未来 没有 感谢观看